小心 真的小心 大家辛苦了 深夜再度現身 這回地點來到臺北地檢署 藝人孫鵬帶著三十萬現金 準備來接兒子回家 只是孫安佐看到是爸爸來辦理交保 還不忘拉下墨鏡露出明知微笑 剛剛有看到什麼微笑 是代表什麼 來搶到 小心 這邊有搶到 再度比出動漫手勢 相較於爸爸的仇雲慘物 孫安佐心情看來似乎很放鬆 這次遭約談 也意外暴露 孫安佐惡度改名 似乎是想趁機改運 十六號凌晨孫安佐現身信義區 拿起經紀人身上的瓦斯火槍 想要秀一下 就是這個動作讓他惹上大麻煩 十九號警方展開搜索 警方在他房內搜出黑色粉末 疑似是火藥 另外還有發現匕首和機械零件 以及他帶去夜店的火槍 目前檢警也不排除 進行惡度搜索 經常分享自己磨刀影片 還說要半整懶 結果高調分享 卻被警方搜索 孫鵬也緊急替他找來律師團 除了從自槍案就委任的律師翁伯瑤 陣容包括前高檢署主任檢察官 何祖順曾經處理過 復興航空空難 以及前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施玄旭 和前台中地方法院法官 余德鎮 吊酒兒子 我的名字是Robert Keller 我是在德拉羅 孫鵬夫基過去在美國 就聘用重量級律師 光訂金就要三千美金 一次官司下來 上萬美元恐怕泡不掉 如今為了再度救子 請來王牌律師團 二定音也在臉書上首度發聲 稱你已經是獅子了 何須證明 何須炫耀 引發外界聯想 雖然昨日是風波 一波未平 一波有氣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